我看到了一个留言 他说这个 从31年前的枪声 到江泽民的 台海飞弹危机 那么一直到今天 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假的 他认为出现一个 习胖是意料中的事 可以这样说吧 改革是真的 你今天看到的结果是假的 不代表他的开头是假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如同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 你认为是对你有利的东西一样 比如说给你双修 给你八小时工作制 这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八小时工作制 甚至更少的工作时间 一周工作四天半 这都是为了保持 更高的劳动效率 同时 双修是为了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花钱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医生 给你过度治疗 过度检查 你认为他仅仅是骗你钱 其实不那么简单 很多人他为了保障他的利益 为了保住他的职业资格 他让你多花钱 多花时间去做检查 是为了今后 一旦你发生重大疾病 那么他事先已经给你做过筛查了 这就变成是设备的问题 而不是他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 许多人都是唯一结果论 不太重视过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 实际上已经四十多年了 他的启动是1977年 华国锋 经过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 当上了事实上的中国领导人 他发现国库里实在没钱了 不是濒临崩溃 在他这个位置上而言 其实已经崩溃了 那怎么办呢 他找到了一条路 是吧 列宁曾经用过的新经济政策 把阶级斗争放一放 搞一搞 经济吧 学一学 资本主义国家是怎么搞好经济的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 一转眼 四十三年 你看到后期的一些宣传 无论是讲 邓小平的 还是讲 江泽民在这个世界上 歇间产销 插颗打魂的 去搞好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尤其是跟美国的关系 来换取中国 加入 世贸组织 让中国经济能有一个 腾飞 是吧 胡锦涛你把它认为是 销规潮水 那么到了西胖这一届 你认为他 向左转 起步着 把中国的 经济改革 完全终止了 当然了 他们现在嘴上还在 叫嚣着改革 是吧 更大力度的开放 但是已经没有人听他们了 邓小平在 南海画了一道圈 出了一个深圳 江泽民在 浦东画了一道圈 出现了一个 浦东新区 胡锦涛在 滨海工业区 靠近天津 画了一个圈 现在那个圈 死气三层 西胖更牛逼 是吧 跑到雄安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 现在干什么 不知道 据说是百连大计 千连大计 还在筹划 那么熊安没玩起来之后 玩什么呢 玩了俩 一个是大湾区 就是我们知道的 实际上 他要收回 香港的治权 这个大湾区 涵盖了 明清 广东府的 十二个县 把香港 重新沦为 香港县 这么一个 规制 这个在国际上 引起了 很强烈的反感 事实上也遭到了 其他国家的狙击 政治上的 经济上的 其实都有 同时他在 海南 又花了一个圈 要加大力度的 改革 甚至把海南 搞成一个 大的特区 但事实上 我们知道 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什么成效 没有什么人理他 你现在连开放金融 都没有几个人 愿意敢相信 因为国际社会 没有那么好哄骗 尤其是玩钱的 这些人都是 沾上毛笔 何都进 那么到了今天 他只能又改回 计划经济 那你认为 计划经济 是从今天开始 才转向吗 其实你要往前 找一找的话 2004年 中国的外向性经济 就是对外依存度 是最高的 大概占中国经济的 百分之七十 之后 逐年降低 2006年开始 降到百分之二十 现在理想让他爬升 都不容易了 那么这十来年 他靠什么来运转呢 是吧 靠铁公鸡 靠房地产 各级政府财政 如果不靠卖地 早就破产了 可以这样说吧 除了上级的 财政转移支付以外 许多地区 依靠土地财政 这个比例 占地方政府收入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 经济进入了一个 恶性循环以后 地就卖不掉了 是吧 没有更多的企业 愿意投资进来 没有外商 那他们就出现了 一个问题 不仅工业用地 卖不掉 连住宅用地 这个泡沫 都会被戳破 所以今天的中国 他又开始玩 主体经济了 把国营经济 当作主体经济 他只有一招 从经济命脉上 还控制 全体中国人 都改成国企了吗 或者说 再有一些 大集体 小集体 围绕着国企 国企成为一个主体经济 那么 你的工资本 工资单 就得看他的颜色 你还敢反对这个强权 在网上发牢骚吗 生活中你更不敢说话 对吧 其实他所有的这个 改革都是为了保住 中共的执政地位 当年对外开放 是因为他自己玩不动 玩不转 现在 他又改回去 是因为民营经济 过分的发展 不仅仅是 用功 超过了国企 其实出口创汇 各方面的经济发展 也超过了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占主体经济的比例 越来越少 那么在这一时刻 他本能的认为 如果说 继续改革开放 中共将丧失 对中国的控制权 这就是他 为什么要改回去的原因 并不是说 之前他做的东西 都是假的 八十年代 全体中国人的印象中 还在红红火火的讨论 讨论 政治体制改革 要配套经济体制改革 只不过当年 中国没有形成一个 民族转型 那么今天 自然就会出现这种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带着几个派手党 他们认为 已经管理了这个国家 七十年 他们还将继续 霸占着中国 这才是今天 改革已死 根本的源头 大家都应该知道 是吧 改良或者改革 既然已经失败 那么革命就必然会到来 所以中国出现变革 出现巨变 应该是 一了钟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